洛杉矶时间12月13日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40周年招待会 在Indigo酒店宴会厅成功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及夫人陈卫 携中领馆全体工作人员 加州众议院议长安东尼·雷登 洛杉矶郡礼宾司司长罗尔德·萨博 洛杉矶郡郡长凯斯林·巴格的代表吴中国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陈赞新 申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美国商务部南太平洋地区贸易促进部部长 理查德·斯旺森 尼克松基金会副总裁吉姆·拜伦等政界 侨界 学界 商界等各界代表百余人 逆临现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新闻组组长高飞 主持了当天的活动 在中美两国嘹亮的国歌声中 招待会拉开序幕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首先致辞 他表示中美建交40年来 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和跌宕起伏 始终向前不断发展 取得历史性进展 两国已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 目前中美两国面临着一些贸易摩擦和分歧 中方愿与美方一道 共同努力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诚实信用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寻求解决办法 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期间的会晤达成的共识 最后张平表示 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感谢中美两国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理解和友谊所付出的努力和给予的支持 期待着能够与大家携手 将中美关系带入另一个繁荣的40年 加州众议院议长安东尼雷登在讲话中表示 中美建交40年来 历史证明两国的关系重要且意义重大 中国从文化经济领域都是引领者 加州也非常自豪的可以与中国发展稳定持久的关系 希望未来中美中国和加州可以继续增进彼此的合作和友谊 此外雷登还向张平总领事颁发贺壮 洛杉矶郡礼宾司司长罗尔德萨伯 洛杉矶郡郡长凯斯林巴格的代表吴中国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陈赞新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尼克松基金会副总裁吉姆拜伦先后上台致辞 纷纷祝愿中美两国可以在未来取得友好和谐稳定的发展关系 中美关系在过去的40年当中 应该说取得了我们说历史性的成就 确实也给中美两国带来了很多实在的好处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各界的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中美关系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